音樂樂團 與音樂 Wahab 音樂樂團 作詞和歌曲 音樂樂團 大家好 我是李則毅 是萬聖樂團的音樂總監 其實我們萬聖樂團是從去年二月成立的一個新的樂團 那我们乐团成立以来 其实就一直在努力这个区块 就是说要把台湾的音乐古典化 把古典音乐台湾化 所以其实这场音乐会 也就是在我们的所谓的一个计划之内 所要呈现的一个一场表演 那这场表演最主要当然就是说 希望可以讲台湾这一百年来的音乐故事 所以其实如果说要说这个准备多久了 其实对我来说我已经准备了一辈子 其实我觉得每个片子 这一段都有它的特色 因为就好像我们的历史一样 每一个区块都不能被取代的 我们最早期的台湾自然歌谣 好像地步档啊天空落水这些 都是在我们记忆里面可能阿公阿嬷 他们小时候在唱的音乐 然后到了所谓的那个创作歌谣 像邓宇贤老师的望春风啊 雨夜花这些音乐 也都是传唱很久的这些音乐 然后到了所谓的老歌时期 夜来乡啦月亮代表我的心啊 就是那个时期的音乐 然后到校园民歌 我想大家就更清楚 然后夏明哥那时候好多 很棒的音乐 像橄榄树是不是 好像在别康桥 这些都是很好的音乐 然后现代的流行音乐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你说这些音乐哪些好听 其实我相信很少 有人可以绝对的讲出来 它的差别是在哪 因为它完全不一样 我们也其实不用去做比较 这些音乐都记录了 我们台湾这些美好的 整个整个过程 其实音乐本身的旋律 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办法辨识的 其实音乐本身的旋律 但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 就好像大家在流行音乐常常听到 诶我原来听到这个曲子长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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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有人用爵士乐的方式去演奏它 有人用阿卡佩拉的方式去演奏它 其实它就是用不同的方式在唱着相同的旋律 那我今天只是用古典音乐的方式来唱 大家所熟悉的旋律 所以这个差别只是在它聆听的经验上 还有大家所呈现的音乐方式是不一样的 但是这些音乐本身的精神 跟音乐本身所带给大家的 在情感上的一些 大家可以去有互相感受的东西 其实它不会差太多 其实这个就是音乐文化它可贵的地方 因为在全世界的舞台上 它不像政治跟经济 就是会被人家用国力的大小 或者你的个体的大小去做比较 因为音乐文化它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载体 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地方 所以当今天亲爱爱乐的孩子们 带着我们自己的音乐 站上了国际舞台拿到了冠军 我觉得这件事情只是代表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自己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应该要以自己的文化为骄傲 这件事情就会成就这样子的一个成果 不就是对意卖的问题 不是可以 trong一个人活的才华 我美国的葬礁 所以这件事情 我的疫情 我要做的 我爱你 我在这边 因为我爱你 那么我爱你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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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